据央视新闻3月17日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称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 准备对平民使用有毒物质 并借此污蔑俄罗斯对乌克兰民众使用化学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 俄乌冲突以来 关于生化武器的话题层出不穷 日前 俄国防部宣布在乌克兰发现美国的生物实验室 这可能意味着 美国可能在乌克兰正在进行一些暗地里见不得光的生物实验 3月18日 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纽兰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 乌克兰有生物研究设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 根据日前已经公开披露的消息 乌克兰境内的这些实验室 是按照美国国防部命令运行的 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活动已投入超过2亿美元 俄方最新披露了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的一些研究计划 其中包括EOP4计划 利用候鸟迁徙传染禽类病毒等等 当地时间16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电视讲话 称乌克兰有一个由几十个实验室组成的网络 在乌甲大楼的指导和财政支持下 开展军事生物计划 包括用冠状病毒 碳区病 霍乱和非洲猪瘟的样本进行实验 现在他们正在努力消除这些方案的所有痕迹 但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 生物武器的部件已在乌克兰紧邻俄罗斯的地方被制造出来了 在乌克兰紧邻俄罗斯总统